中国人物画 以行写神 神行兼备 是中国人物画的特点 人物画是国画的三大画科之一 流传千古的名画数不胜数 东近顾凯之 左洛神复途 平静的水面上 风自绝代的洛神 衣带飘逸 动态从容 凌波而来 顾盼间是对爱人的不舍与深情 唐宋时期是我国人物画发展的鼎盛时期 南唐画家顾洪忠 作韩西仔夜宴图 以长卷的方式 描摹了南唐官员韩西仔夜宴嘉宾的场景 琵琶蒸蒸 画中女子舞姿阿弥 宾客颓碑幻展 酣畅淋漓 笔触准确精卑 线条流畅细腻 色彩绚丽清雅 与西方人物画注重写实不同 中国人物画更重写意 讲究以神为主 神韵兼备 把对人物性格特点的表现 与环境 与环境 气氛 身段 和动态的渲染之中 卷卷中国人物画 无声地讲述着 千年文明的 前世今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